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又要來開箱吸塵器 今天這台真的不得了 是LG 2021年最新的旗艦吸塵器 LG A9T系列 它主打的是All-in-One Tower 一戰式的實現極速的完整捷徑 不只給你最強的吸塵力 乾吸失脫 大改版的Tower太空站 結合收納充電 而且還能自動儲存 我只能說新世代的吸塵器霸主 毫無疑問就是LG A9T系列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Let's go 好 它真的是超級無敵大一箱 整個快到我的胸口 那裡面還分成主機 配件 以及太空站三個箱子分別的收納 好 那接下來讓我們看一下裡面的配件 這個豪華的大全配啊 從LG A9的時候 它就開始附上這麼多的配件 那我們就分別來看 分別是LG A9T的本體 以及我旁邊的這個收納的太空站 光是電動吸頭就有包含四組 包含這個電動地板吸頭 然後這個地毯專用的吸頭 還有LG最有名的這個 乾濕兩用的智慧雙旋絲拖吸頭 再來還有一個毛髮專用的電動吸頭 它本身就是設計成不糾結的毛髮專用設計 所以它就很適合那些有養貓狗的朋友 或者是本身很容易掉頭髮的客戶 那其他還有這個像 二合一的毛刷吸頭 這個出勤率超高 吸鍵盤啊 吸縫隙都超好用 還有這個是縫隙專用吸頭 還有清潔用的毛刷 電池也附上兩顆 電池附上兩顆 這個電池一顆是60分鐘 兩顆就是兩個小時 還有智慧雙旋絲拖吸頭的抹布 它一共附上了四片給你 你可以交替的使用 還有待會要介紹的吸塵袋 微塵濾網也附上兩個 還有這個裝水的這個水杯 真的整個就是大全備 非常的豪華的配件 好 接下來讓我來直接介紹這個LGA9T 這一次改版真的是太屌 我真的覺得設計師應該要得諾貝爾獎 那在我旁邊這個就是LGA9T 那這一次的產品代號T就是TOWER的意思 那LG叫它TOWER太空站 就是關於家中打掃的一切 都可以在這一根TOWER太空站裡面滿足 那之前A9其實也有附上直立的收納架 但是之前的功能雖然也很齊全 也可以充電也可以收納那些配件 可是看起來就是會有一點雜亂 那這一次設計師啊 他把它整個重新規劃 那整個太空站啊 你看它的造型方正俐落極簡 那外觀看起來就可以更時尚 那擺在家裡啊 客廳顯眼的地方也不會很突兀 那怎麼使用呢 首先你就是在你要收納這個吸塵器的時候 那你就把這個A9T直接放進去 放進去它就會自動充電 那你的第二顆電池 也可以擺在上面這個地方 擺著 也會充電 這樣子你就可以同時充電 然後兩顆電池 這兩側的白色面板也可以打開來 分別收納一些 其他的配件 比如說像這個二合一的吸頭 可以放在側邊 好這個縫隙吸頭也可以放在側邊 電動毛把吸頭也可以放在側邊 好有沒有這樣子收納起來 就會更簡潔 你說還有三顆大的電動吸頭要放哪裡 這個就更神奇了 一顆已經放在這個LGA9T上面 那另外兩顆啊 其實可以放在 兩側白色的面板的中間 這邊有個隱藏的旋轉門 推一下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掛鉤打開來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這兩顆電動吸頭 分別掛在左右邊 有沒有 這邊也是 推開來 然後掛上去 這樣子一邊一個 真的是把整箱吸塵器的配件全部放進去 一共可以收納六種不同的吸頭 然後上面的面板 也可以打開來替第二顆電池充電 也就是說 不管什麼時候 我只要把它放進去 那我永遠都會有兩顆滿電的電池 一顆可以用60分鐘 兩顆可以足足吸滿兩小時 而且它的外觀真的是 簡潔時尚 非常好看 還沒有完喔 你看上面的面板 還有一個除塵的按鈕 那當我吸完一整間的毛髮灰塵之後啊 我可以直接把LGA9T放進去 然後 按一下上面的除塵 按一下 然後 集塵桶 裡面的垃圾啊 就會自動轉移到集塵袋裡面 就跑到下面的集塵袋 有沒有 那就這樣跑下去 把集塵桶裡面的垃圾 全部收到集塵袋裡面 清完之後 它就會再發出聲音 就代表它已經清潔完成 這時候我再拿出這個A9T 看一下 我的集塵桶 是乾乾淨淨的 完全乾淨喔 真的是非常神奇 所以我下一次在使用的時候啊 我會得到一隻很乾淨的A9T 然後去做我的掃除工作 那剛剛集塵桶的垃圾就會自動轉移到集塵袋裡面 那它的工作原理其實是透過吸力 從這個地方把這個A9T的蓋子打開之後 把垃圾往裡面吸 所以它在吸的過程中把它吸到集塵袋裡面 在這個地方它還有三重的過濾系統 然後裡面還內建UVC殺菌燈 所以它會保持整台機器 裡面的乾淨 那不會造成二次污染 那你可以看 這個袋子啊 大約吸滿一整桶 我大概可以裝5桶左右 它的容量可以讓我吸5次 到6次左右 那LG其實也有附上這個 備用的集塵袋給你 那之後你要架構也可以上官網架構就好 所以這一次的設計啊真的是非常貼心 可以自動充電可以收納 然後又可以自動儲存 真的是非常厲害 好 再來我們來回頭看一下LG A9T的本體 那其實經過三代以來的眼鏡啊 整個造型變得越來越簡潔俐落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一次 採用米白色的底色 然後鐵灰色的頂部的LG招牌 那再加上透明的集塵桶 那你有沒有覺得它看起來 整個很像一台咖啡機有沒有 整個從外觀設計上面看起來 就有一種很乾淨的感覺 那摸起來質感也跟之前不一樣 那之前是那一種灰色有點帶亮面的 塑膠外殼 那這一次雖然也是塑料外殼 但是它摸起來有點出顆粒 不怕刮傷也有好清理的 這種消光霧面的米白色 那基本上A9T的本體功能 跟去年的A9K 除了外觀顏色不同之外 功能是完全一樣的 吸力一樣是採用LG獨家的 航太極吸力 它採用的是 軸向渦輪氣旋技術 加上LG智慧的變頻馬達 吸力提升到200瓦 那相較於A9 Plus的吸力啊 強度提升到40% 它另外的特點就是它採用這個槍柄吸頭 採用三段式的吸力開關 只要按一下 那就可以一直吸 不用按到手栓 那我示範一下 就是這邊 按一下開關 按著 好它就會啟動 那接著是第二段 好按一下 進入到Turbo模式 那第三段是專門用來吸床的 按三秒 好就會進入到Turbo模式 這是用來吸床的吸力 那如果你要縮小的話 按這邊一個減號 好就可以縮小 縮到最小 然後或者是直接關掉 那你就可以直接握著槍柄 然後不用一直這樣子按著它的開關 然後就可以直接吸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這個延長桿 是可以伸縮的 它有四段伸縮 越來越長 那它就可以符合家中每一個成員的身高 像我兒子啊有時候 他也要幫我做家事 他就可以用這個最短的模式 然後直接吸 那我的話就可以直接把它拉到最長 這幾個是LG它跟其他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另外還有LG最有名的 乾吸濕拖吸頭 那這個是電動的 它可以從這個地方加水 這個是水箱 你可以直接把它這樣子壓一下 打開來 取出水箱 然後從這個地方加水 這個地方可以加水 它有附一個水杯 不過我通常都是直接用水龍頭去灌水 那加完水之後啊 把它裝回這個 吸頭上面 壓一下 然後你在吸的過程中啊 就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然後用電動開關去控制出水量 它分成兩段 那你要開大或開小 就看家裡的地板材質 像我家裡是木地板 比較怕發霉 所以可以控制 它用一滴 讓地板稍微乾一點 那當你通電之後啊 接上開關 那它就會開始旋轉 那這個旋轉的效果啊 就有點像濕抹布擦地板一樣 一些腳印啊 污漬啊 都可以擦乾淨 那除了這個抹布旋轉之外 這個地方它還順便可以幫你吸地 一些毛髮啦 灰塵啊 也可以順便吸一吸 所以像我家裡整間都是木地板 我通常只會用這個吸頭 去搞定全家的掃除工作 不過這邊要提醒一點 雖然它可以拖地 不過它本身是不防水 所以像你打翻飲料啦 弄翻湯湯水水的東西啊 甚至廁所的水 不要用這支吸人機去吸 它本身不防水 不要把水直接吸到它的馬達裡面 會壞掉 那另外像是去年LG A9K啊 它新增的集成筒壓縮 集成筒容量啊 可以從0.4公升提升到9公升 壓一下 可以把灰塵毛髮刷下來 以前喔 常常會發生那種集成筒啊 在倒的時候 還會有很多 因為靜電啊 卡住的這些毛髮灰塵 卡在集成筒上面 那你可以現在倒垃圾的時候 用壓縮鈕 去壓一壓這個金屬網 就會很乾淨 它非常貼心的設計 在這個手把上面 有很清楚的LED顯示面板 它可以顯示電池的剩餘量啊 管道阻塞啦 濾網清理啦 或者是Wi-Fi連線 那在下面 這兩顆 彈夾式的電池啊 更換電池設計 也是LG鮮油的 那這一顆電池可以吸 60分鐘 兩顆就是120分鐘 我們再來講到清潔的部分 剛剛我們有講到這個 集成筒清理嘛 壓一下 這個集成筒就可以打開 還可以這樣刮刮 把集成筒打開 裡面的金屬氣旋濾網 這個可以拆下來水洗 那再來是 上面的微塵濾網 這個綠色的部分 也可以拆下來水洗 還有它的蓋子啊 本身也是一個HIPAA濾網 這個也可以拆下來水洗 所以 主機的部分啊 可以水洗的部分 一共有三組 就是這三個 都可以水洗 那記得洗完之後要曬乾 才不會發臭 還有太空站裡面的微塵濾網 以及 馬達保護濾網 這兩個也是可以水洗 那這個地板專用的電動滾筒吸頭啊 它的清潔也很方便 你看它除了把體積縮小之外啊 它也做了one touch的設計 按一下push 這個滾筒 就可以直接把它抽出來 整個拿去做清潔 非常簡單 所以比較常弄髒的地方啊 包含這個 金屬濾網 然後後面這個微塵濾網 還有這個滾筒本身 是可以拿去做水洗的 那其他的部分喔 就建議大家不要碰到水 那另外這次原廠附上是六組吸頭 那活動期間啊 它會另外再正式用三款吸頭 包含可彎曲吸頭啦 多角度的軟毛吸頭 以及彈性伸縮軟管 那各位真的要把握機會 在活動期間把它手刀搶起來 好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LG採用的是加法哲學 在每一代都會延續之前 比較受好評的工人 然後在下一代追加新技術上去 這一次A9T系列的改變 真的是非常有感 那你看這個TOWER太空站 真的是太太太方便 太好看 那白色的太空站啊 把所有的配件 全部都收得漂漂亮亮 還真的是All in one 又可以充電又可以收納 還可以自動儲存 那六顆吸頭 也完全的收納在裡面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而這台吸塵器的本體 也非常方便 那可以伸縮 可以水洗 還可以邊吸邊拖地 而且這一整組啊 還有全機跟電池的兩眼保固 那智慧的變頻馬達 還有十年保固 LGL真的是每一次都很佛心 你只要花一次錢 就可以擁有全部的功能 不像其他廠 你可能買了吸塵器本體 然後可能收納價還要自己加購 然後拖地的配件你還要自己加購 LG你就是要花一次錢 就一次到位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關於LG A9T的TOWER太空站 那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掰掰 掰掰 IS pessoa 有 有 清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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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